总统蔡英文4月初可能要来过境美国跟美国中央院议长迈卡锡会晤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国务院也强调 台湾高阶的官员过境美国政策 这是符合美国成立政策跟台湾的强健 并非官方的关系 而且这个议长是有权来决定跟谁会面的 现在是蓬勃证实了 确实两个人迈卡锡跟蔡英文会在美国会面 而美丽岛电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他就表示说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一个规定 你可以找到一个路线去跑 所以呢他说蔡英文到中南美洲参访 顺面到加州这个跟过去李登辉这样的一个规格 他说呢真的是天差地远 那么现在大家关注都是在赖清德侯宇身上 谁要管要卸任总统4月份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同时前立委郭正亮他也认为说 如果说麦卡锡真的返台 因为先前不是传出呢 麦卡锡很可能在今年春季 当时说要访台 但是事后又没有一定可能时间往后延 那么他就认为说现在如果他真的来 恐怕会有不测的后果 所以蔡英文提前到4月份来到 美国跟他会面的话 那么8月份他就不会来到台湾了 因为麦卡锡原本打算是8月份要来突袭访台 但是现在呢蔡英文跟他就会提前来会面 好那到底为什么呢 两个人要选在这个美国来会面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会晤 也是不代表说排除日后访来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没有奖定也没有那么明确 还可能会来吗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财经网美 他就认为说美军最近要把这个亚洲的美国军火都移到台湾 加上总统会晤等等 他说这些事情他认为推测可能都是跟乌克兰的战场有关系 那么白宫目前对北京是极限的施压 台湾最好拿到全亚洲的美军弹药来争取成为美军的军火供链 好可以看到呢这是这个Amy 他的一个个人的意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 中方严重的关切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澄清 以及中国人代表李虎也认为对台动物没有硬性时间表 那些时间点都是美国的猜想意测 到底呢现在两个人的会面是这个后头还有什么意义 那现在对于北京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敲定在四月初过境加州的时候会晤 表示这样的一个行为比较不会触动了北京 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大陆部分也已经是提出了一个严正的交涉 不过这个消息提前被外媒来曝光 但江大学的副教授李大众也分析 可能是蔡英文政府在抛一个政治风向球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来测测中方的反应 我想这部排除是一种政治风向球 就是说事前透过外国媒体释放出厨房的相关安排的相关的讯息 那当然这个北京会抗议 但是力道可能不会像去年八月这么强 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八月是众院议长裴正希是访问台湾 那现在地点会改变成美国的加州 所以这可能是效应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也许是希望说避免台海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幅的升高 避免就是出现再一次像去年 佩洛西众议院议长保分台湾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就展开一连串的军演 引发所谓的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所以这次有可能不排除是台湾方面主动跟麦卡锡商议 可能政府也理解到假设抗中保台的操作过头的话 可能反过头来会有一些反效果 会不利于民进党总统大选的选情 过去佩洛西来台湾 原来就是为民进党来创造政治的红利 替他的选情加分 目前我觉得他慢慢在测试 然后主要是他的毕业旅行 他要在历史上留地位 他最希望的是能够进去美国国会演讲 香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证实 将会在美国加州4月份来会见总蔡英文 并不排除在稍晚的时候会再访问台湾 而美方现在一系列向大陆挑衅的行为 也让陆方气得跳脚 大陆外交部番人牟宁强调 陆方相当关切蔡英文过境美国计划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澄清 总统蔡英文4月初到加州会见美国众议长麦卡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强调 蔡英文和麦卡锡会晤 要交由双方的办公室来发言 不过他也表达美方的立场 强调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 符合美国长期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高层官员出现在美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消息一出大陆外交部严正警告 中方对有关消息严重关切 我们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做出澄清 中美角力下美方更易撤大陆对台动物时间点 最快就在2025年最慢不会拖过2027年 美方的摧毁台湾论 看在大陆专家眼里则认为根本想太多 大陆并没有硬性的时间表 明确到哪年哪月哪日 所谓的时间点只是美国的猜想 今年两会上大陆宣布2023年投入的军费高达近7兆台币 增强解放军的战备 习近平也趁两会期间在解放军代表团上强调 开创一体化战略体系 由于习近平预计将在10号大陆全国两会上 虚认大陆国家主席 开启第三任三位一体 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代 加上大陆政权的二把手将由习近平的亲信 立强接任新总理 一票习家军上尉 都更加巩固习近平的核心权利 这一天下面与北京报道 我们的海军在一个晚上公布了两件 极限仪式的重大军纪案件 先是在屏东龙泉的新兵训练中心 发现一把点45的手枪被调包成了模型枪 海军陆战队也有T91步枪 这枪击短手状况也遭轰实在太离谱 马祖官兵才爆出阿兵哥二道抗议 没肉吃 没想到海军现在被爆料 龙泉新兵训练中心在检查机械时 发现一把点45手枪竟然是模型枪 网友讽刺笑死人 新宣中心是拍八点档 还拿模型枪太扯 该不会上战场才发现一排人 拿的都是玩具枪 更有人大酸别骂了 比拿水枪好吧 至少能吓吓人 专家说扣除操课训练 通常能接触到枪支的就是基层干部 这回出了大屁漏 简直军技换散 军械是这些人去负责 还有像军官干部会去接触 所以一般的士官兵 其实你老实讲 你不太容易去平常 除非你操课要用大 代表就是说清点过程 包括军官 包括你负责的这些军械的人员 清点程度上面 可能有点流于刑事化了 不知海军发现一把四五手枪 被偷天换日调包成模型枪 更离谱的是海军陆战队 也发生T-91步枪 枪击矫少两件 看到一只蟑螂 背后就有一千只蟑螂 现在有一个漏洞 背后是不是有更多的漏洞 只是还没有被爆出来 去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 军纪重于一切 没有军纪 你何来有战力可言 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工作 敢为螺丝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靠这些人来治国 靠这些人来保驾为民 中华民国可能是没有什么前途 国家单位枪支被调包 军方说将成立专业销处调查 敌人没来 台湾已经军纪涣散出大包 记得江道鹏黎玄 SNG小组台北报导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